生活不讲道理 只求玄学忽提 一听就是现代人搞出来的东西 它是严格来讲经不起考验的 那本身就逻辑不通 语句不顺 你说挺顺的呀 绕口令 但是你推敲 玄学就不是道理了吗 它就不讲道理吗 它本身就是最大的道 那怎么说呢 早前我们说过玄这个字 就是一个我们学数学的无穷大的 这么一个字加上一点 是什么 你可以下一书讲它就是无穷大 它无处不在 无所不报 那宏观上有具象的 就是星球的运转 那就是天嘛 天道 宇宙万物形成 都在其中 那那一点就代表星球了 其实它只是一个象形文字 它可以写上无数点 没有那么局限 这个轨迹说一定 这个圈跟那个圈一样大 没有 那有的时候是圆的 有的时候是椭圆的 螺旋的 这个螺旋就相当着 人体的小宇宙 DNA 双螺旋结构 那最大的就是当然天体云性 你看八卦大白 后天八卦也是那个方向 所以它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嘛 它能不讲道理吗 理是从这个道 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东西 道只有一个 道的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规律 只不过 这个道理你看不到 那怪你眼拙呀 你怪老天干什么 怪你道行不够深了 对 反过来说 球塔 这倒是没错的 它是缘起之处 它事物发展的 最细致末节的开始 所以你学得好 你可以预知未来 那这个球 自由落体 它会将要到哪 哪个方向 哪个点 你算得好 都能算得出来 你算个大概 直到方向就可以了 你要在经规求经 很重要的 你可以点出来 就是那个点 所以 那你学不好 那你选火套了 你乱选 你说选这又选 实际上 行伞 什么伞 你已经伞得不成样了 那反而 不如不学 但是 它总比 不知道有这个强 你白活一场 知道有这些 看不见的地方 甚至不是你这一辈子的事 累生累世 接下来的东西 导致你的这个性格 你的命运 反正 反正有看见的 好像有看不见的 那就是了 那其实 一样都存在其中 我们所谓的 看见的部分 往往 就是这些 现实的 一些道理 这个 一敲桌子 为什么会响 扔起来 为什么 东西会掉起来 那这也是道理 其实它也是看不见的 它背后的那个为什么 你是看不见的 你只是说 这个东西跟你 马上要做的事 很接近 那我怎么样 它就会怎么样 这个道理 浅显的这一层 你知道了 跟你关系很近 那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其实道理它分很多层面 你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 实际上 真的不是真的 那它看见的 换一个动物 看的东西不一样 那你看这个东西是食 狗就喜欢吃 是食物 你说一样吧 一样 作用又不一样 所以你看 从哪个角度去看 我们只能说 以人类